这个星期的民调 因为每个星期都有新的民调 这个星期的民调 大家看到的一个民调是说 赖清德38% 柯文哲28% 侯友宜21% 没有太大的波动 特别是赖清德跟侯友宜 但是柯文哲掉了3%左右 主要是大家认为 上一个周末的所谓公平正义大游行 似乎办得不及预计 参加的人数大概2万左右 比大家原来事先估计的说 有10万人参加 这个数字差太多了 所以可能影响到柯文哲的民调 特别是似乎从民调中看得出来 这个女生 在年轻的女生 支持柯文哲的数字掉了很多 另外一个民调 也是一个类似的结果 就是赖清德30% 柯文哲25% 侯友宜15% 不过这个因为还没有决定的人数很多 你把这个加起来 只有70% 另外30%还不知道投谁票 另外这个民调有做了一个 把这个郭台铭放进去的话 那还是赖清德领先28 这个柯文哲20 郭台铭14 这个侯友宜12 这个趋势几乎这两个月没有太大的变化 主要的变化 是在这个 柯文哲方面有上下波动 而侯友宜就是稳居第三 第四垫底的状况 那这个彭夏大哥 你大概对这些数据有一个什么评论 从这个这几次的民调里 我们看出来 这个侯友宜是连续19 居老三 最近如果加进郭台铭的话 他就变老四了 民调我们一般 主要不是说看哪一次 而是看趋势 对 所以连续19 3 我觉得侯友宜真的是 整个国民党都要好好思考一下 怎么办 对 但是国民党这个周末 星期天要开全代会 正式提名侯友宜 这个吴佩依 我想你知道上一次 2016年洪秀柱那一次 那个时候你也有在民进党做发言人 洪秀柱也是7月中全代会通过提名 到10月中三个月以后 国民党召集了一个特别全代会 临时全代会 又把它出名 然后有一次 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 是我觉得说 因为刚刚侯友宜大哥讲了 后一这个民调已经连续19次 我们讲老样子就是作文老三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 我没有办法去猜想 这一个剧本 就是到最后 侯友宜会不会被换掉 国民党会不会换侯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 国民党自己的小鸡 愿意出面挺侯友宜的 我讲的还不是发生言论上面 是你从具体的行动就看得到 例如说我讲举个例子 赖清德在台北市 办后援会成立大会好了 就立委候选人我们肯定都是一定 就算没邀请我们也会去出席 但是时间都有通知给我们 然后包括是连台北市议员 他们本身今年没有要选举的 明年没有要选举的 也都会想要出席 因为代表说大家认为 这是正面的露出 正面的曝光 但是你看侯友宜 他的公开出席的场合 可能连他们自己本身党内的立委候选人 都不一定会到场 不一定会站在他旁边 所以这已经是其实一个很明确的表态了 那国民党假设真的要像当年一样 换住来换猴的话 其实我觉得全代会这个程序 也不会造成换猴的阻碍 就像我们上次看到的 全代会之后 他有太多种的方法 特别全代会 特别什么会 总之只要是国民党想要换的 总是找得到一个 就是游戏规则是可以符合他们要的结果 这样子的一个手段跟方式 所以全代会我觉得 不会是造成换猴的阻碍 例如说最近他们讨论中常会 说到底是要开半天 中常会在讨论说 全代会到底是开半天还是开全天 因为怕说如果时间拉得太长 总是怎么不知道哪一个党代表 会举手要讨论换猴这一题 怕大家都落得尴尬 所以这个程序都是可以依照 党主席或是国民党所要的方式 来去调整 以中正万华为例好了 因为刚刚主持人也在问我说 王老师问我说 中正万华国民党到底是提谁 出来参选我就说台北市 政治可能全国 我不知道其他县市有没有这样 剩下中正万华区国民党到现在 提不出人来 那提不出人来就更怪的是说 这一区叫做国民党的初选区 所以按照他们党内的规则 是已经依照党内的办法 办过初选民调了 但是民调办完之后 民调没有公布 当天很多记者在他们党部外面守候 等了两个小时 因为那天记者有事先跟我约好访问说 等民调结果应该理论上是十点半会出来 那是不是我能够来受访做一个回应 针对国民党新出炉的候选人 结果记者在门口一等就等到中午十二点 我们本来约好的访问都只好要延期 等到十二点 国民党还才出来讲说 这个因为民调有争议 究竟什么争议也都没有讲 有没有证据也没有讲 所以我们要封箱送给中央党部 交给朱立伦主席来决定 结果朱立伦拿到这个封箱的民调 我不知道还没有打开看 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是打开看了 不敢决定还是不敢开 朱立伦也说 那这个民调 我在授权回去给地方党部来决定 这样子一卡 国民党在中中华区的初选 应照党内的办法 办完之后已经一个月了 这个民调到底结果为何 就是大家各说各话 因为完全没有人知道 没有公布就等于是黑箱作业 然后中间就开始 每天我接到记者电话来 访问我说 国民党据传 中正华是要找韩国瑜的女儿 韩冰来参选 那第一个就奇怪了 明明是初选区 你怎么样的一个程序跟制度 可以改成征召呢 这个他们党内人都没有质疑 我们也无从会言 但是按照我们一般 这个事情在民进党是 绝对不可能发生 你初选区就是初选区 民调做的结果就是要公布 谁民调比较赢就是他胜出 你征召区 比如说中正华 我们民进党一开始就征召区 那征召区 那当然是授权党主席的决定 可以来讨论这个名单 这没有问题 没有说国民党是初选办下去了 民调的结果好像不如 党部主委的意 所以又想要来把它改成征召 这中间他都不用凶改任何的办法 所以我说 国民党如果要换猴的话 不管是全单会通过 还是什么会通过 我想程序制度都不会造成 他们主观决策的阻碍 就是看侯友宜的民调 有没有办法七次回升 对 我在想你那个区域 于美人他是以 五党级参选人独立参选 他们国民党可以邀请他 加入国民党 那他就没有 就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这个中间其实地方 因为他真的是太诡异了 我们这一区国民党 所以也是沸沸扬各种传闻 中间也有传闻说 拖了一个月都不公布 会不会是国民党要来 礼让给于美人来参选 就是国民党会不会干脆 不推人选出来 但是他们从中央 讲完说国民党绝对会 中中华去推最强人选 一定会推人选 那是党部主委也说 绝对不会礼让 那我想因为国民党在在地的议员 都是比我自身很多届 他们在地方经营 大概都是20年以上 都是非常资深的议员 那这一次出来争取立委提名的 也都是国民党在地 经营已久的在地议员 所以我在想 如果说要礼让给于美人 这个完全过去选区没有经营 突然空降来的 那国民党也要摆得平 他们自己党内的在地的议员 因为毕竟他们是 当党部以办法公开来办初选的时候 他们都是按照党部的规则 去登记要参加初选的人 那你如果中间没有任何的制度办法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理由 就直接说不提名要礼让给五党级 这也是很怪 那再来是说 于美人虽然要五党级参选 但是柯文哲已经公开的说 民众党在中正万华这一区 就是礼让给于美人 就不提名了 然后包括于美人的竞选总部 成立大会 黄珊珊是亲自去站台 然后并且是带着 他去年在市长选举的时候 在万华区民众党的后援会 就公开的支持 说会力挺于美人 所以国民党在中正华这一区 如果不提名人选 那是不是代表说 蓝白在这里要合作 我觉得这可能跟他们总统大局的 这一局可能是会相互联动的 因为你如果说在大局里面 蓝白现在大家也在讨论 蓝白到底合不合得起来 是竞争关系和是合作关系 如果在大局里面 蓝白是竞争关系 是侯友宜跟柯文哲彼此在竞逐 但是你在地方的立委的提名 又是合作的话 这个小鸡你要他怎么去动 这个会很奇怪 我想这个大局跟个别的选区 现在看起来就是中正华区 台北市国民党唯一味觉的一区 那中央的总统候选人 国民党会不会换侯 大家也认为说可能还有变数 所以我觉得这未来都是相互联动的 我觉得就是说中正万华 有这个国民党提不出来 有各种理由 但是有一个肯定的理由 是绝对不是因为 那个考虑大局 那个考虑蓝白合作 绝对是地方势力摆不平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讲 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在民进党 我想当然 不仅不仅不会发生在民进党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党 都不会发生 就是政党 所谓的政党 政党是为了夺取政权而存在的 那么他主要做两件事 一个是提出一个这个正确的候选人 一个推出政策嘛 那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这个候选人推不出来 总统候选人 然后政策也没有拿出来 然后就是他是应该一百多年的政党 应该在这个政党的历史上 是算全世界比起来 也算一个古稿的政党 这一百多年 还没能明白怎么提出人 每次都不一样 就是八年前换柱也是一样 就是包括地方 他们从来没有一个规矩 就是他那个 就是国民党历来的传统 都是内斗嘛 这个我其实看国民党史 最早的这个 说是孙文建立这个国民党 然后建立民国嘛 建立中华民国以后 孙文自己都革命了多少次 就是摆不平嘛 自己什么一次革命 二次革命 就是为了 他们自己都打起来了嘛 所以说我觉得到后海 永远是就是说 到现在还是各个山头 然后赢者通吃 所以很多人认为 与其让我的同党内的拿走 我也分不到东西 还不如交给这个敌对政党 可能自己还有一点合作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包括这次换猴 就是说怎么 总统怎么提名总统的机制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政党的一个方式 每次都不一样 而且这次郭主力运突然间冒出一个征招 征招以后大家还不服 然后7月份 7月23号已经吵了很久嘛 要不要换猴 然后这次可能换不了 然后又说会不会9月份 这郭台铭入党 这会不会10月份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主要是国民党 确实是问题很大 那个黄大哥过去是国民党 对对对 你参加过国民党拳戴会吗 当然参加过 那个时候你很容易啊 讲总统讲话 大家唱一下歌就结束了 对 刚开始也许这样 但是我 我君子外调到国民党的时候 这个没想到正好陷入主流非主流之战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非主流里面 有几个军系大佬 对 譬如像说 好不春啊 许立农啊 蒋卫国啊 等等的 所以以我这样军系背景的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漩涡里面 然后又很很奇怪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的老板叫郑熊啊 他是郑建民的儿子 所以说 这个他是主流的 他支持李登辉的 对 李登辉很支持他 李登辉本来希望他能够出任第一届的文人的国安局长 那么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到底是哪里流 都不入流了 对 但是呢 这个 那个时候开始 全代会 就不安宁了 里面的这种斗争 波涛汹涌 但是呢 再怎么波涛汹涌 至少还看得出吗 你是主流 他是非主流 大家 对不对 各入其流 还很清楚 但是呢 你刚才佩宜提到 这个 你们说是 他们要礼让的 这一位 大姐 这个 我叫她大姐 是有点那个 因为有人认为她大妈了 五十 五十好几了 这快六十了 对不对 在我的记忆的残存里面 我记忆像里面 它是非常绿的 对不对 它最早 它没有 它虽然没加入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还没出生 对 它是非常绿的 因为她这个背景很特别 那么后来呢 后来又发现说 她跟清兵党的走得很近 然后 这个 后来又跟白的走得很近 那这一次 她好像是跟郭台铭一起合照吧 同框 对不对 所以她到底是哪个颜色的 而且我觉得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她 她说这个委屈 为了和平 委屈也可以 等等的 这个话 听起来 好像是 这个国台办在招降一样 委屈点 和平 对不对 所以 我就觉得说 如果说国民党是要 礼让这一席 或者说是 蓝白 以她作为合作的一个sample的话 那不叫蓝白红 应该叫青天白日满地红 对不对 因为那个既蓝又白 然后又红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让人家看不懂的地方 那么这一次国民党搞得这样子 鸡飞狗跳 不能叫狗跳 应该叫鸡飞猴跳 对不对 搞成这个样子 真的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很不可想象 因为国民党的历史悠久 这个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 当然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成如刚才斯坦讲的 国民党一开始就有这个内斗基因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始终是一盘 这个很松懈的联盟 他以前说是个党 还不如说就是一个联盟 那么过去 共产党说他是小资产阶级联盟 后来呢 这个国共合作 跟共产党联盟 那么到台湾来以后 国民党跟台湾的本土势力联盟 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所以他有所谓的中国国民党 跟台湾国民党之争 那么现在也是一样 台湾国民党这一部分 一直摆不平 对不对 地方的一些的 这个中南部的一些 国民党的地方装脚 并不接受这个侯友谊 所以这个就是国民党 一直以来的问题 就是说 他不是真正的以理念 作为这个党的 这个灵魂跟宗旨 而是一种 为了权力的一种 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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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合吧 就是怎么样维持他的统治 或者说维持国民党的 这样一个组织 然后这个牛头马嘴 大家斗在一块 所以当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 领导人的时候 他里面就乱成一锅粥了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 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